今天是富豪日是不是 哪裡有這樣子的自肥的一個橋段 我看你怎麼下來 來來來 阿娘喂 你不要把人家的麥壓壞了 你沒辦法賠了 我跟你講 不是一個沒錢啊 對對對 沒有錯 你看這台車是不是跟我比較配 相車配美人嘛 這種車你坐也坐很多啦 那台車你這台麥卡龍不要再在那裡等 對啊 潑雪 潑雪比較好拚 這一招不知道玩多久 人間的超跑很厲害 很稀奇 可是神明的超跑 這更厲害了 來來來來 我要幫你去體驗一下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神明的超跑更好 我帶你來啦 我帶你來啦 它不是說買一個超跑 家常都拿我哪有才這麼多 老師 這就是我們神明的超跑啦 蛤 這就是神明的超跑 你現在感覺如何 我帶你來啦 你先給我來 先給我來 我玩了 照我的拍手 我們看 在南京大街出鏡的時候 我應該是在中間掌握的 這不是真的嗎 沒有 我應該是掌握的 我們來看到表演啦 對嘛 對嘛 這樣不是一個很好的嗎 唉唷 你好意思 你看你對這個扛叫 其實還滿辛苦的 真的滿辛苦的啊 如果要健身有沒有 我們還有其他的方法 喔 這塊沒軟 這塊沒軟 對啊 因為雞斑就是這樣啊 所以雞斑真的要做辛苦的 我扛不住啦 你看看你啊 啊 先給我看看 所以要塞在裡面聽說會痛嗎 不是 聽說真的會痛 啊 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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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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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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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神明摔倒啦 沒有辦法 不會啦 這個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啦 我跟你講啊 我等一下要跟你講講啊 女生沒辦法啦 轎子咧 也有分喔 我們車有房車跟跑車嘛 轎子也有分 哈利你 我告訴你 有比較輕的轎子你 我帶你來看 我帶你來看啊 有 我們說神教當然分很多種 那其中我們說包括文教 武教跟人教 所謂的文教就是有看過的 通常是文神在做的 對 比如說像阿媽祖啦 觀音啦 那武教就是不看過的 算敞篷車的概念啦 對 敞篷車的概念 那要想什麼 關帝啊 軍啊 觀光啊 武神啊 武神啊 所以他們會比較帥氣一點這樣 王爺啦 那我們說白沙輪媽祖的神教呢 非常特殊會在哪裡呢 它是用藤邊的 所以比較輕 所以衝得非常的快 所以你看我們在看新聞啊 白沙輪媽祖繞進的時候 後面信徒都在追嘛 對啊 他要練一下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教非常的輕 所以人家叫這個白沙輪媽祖叫做 粉紅超跑啦 在歷史上 過去神明都是用手捧著的 那後來呢 到了這個清家慶年間之後 才開始有這個教族的概念 對 然後到了日治時期的時候呢 引進了日本的教旨 在台中豐原的陳皇爺 就是台灣神做日本教的代表啦 台灣有全世界最豐富的 民間信仰文化 對 所以民間藝術就開始加到神教裡面 你看那些富麗堂皇的雕刻啦 不同的材質啦 尤其是什麼 欸 台南 我們說台南富翔 有個永川大將 欸 他的這個創辦人呢 王永川先生曾經講過 欸 英國的老師來時喔 你實在100年肯定會壞喔 如果我做的大叫啦 100年都不會壞 哇 名車都還比不過我們的名叫 台灣精神耶 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綠都台灣 就在森麗